台湾稳定 大陆还是持续生长的心情之下 台泥今年应该是会比去年好 台泥董事长孤成云20号股东会上 全程笑容满面 通过发放现金鼓励2.3元 创下台泥历史新高 更看好两岸水泥业前景 台湾水泥业景气稳定 也预期大陆下半年会比上半年好 这样子一个人才 我们要能够留住财 对于这一批人 就是给予很大的加薪 它的调整常常是两位数字甚至更高 谈到加薪话题 产产业求财若可 顾成云表示集团年年都有加薪 最高加薪幅度超过10% 不止如此还计划大举真材 上市储备干部就有60到80位 经过15个月训练可近身相礼 派驻两岸 但薪水到底有多优渥 顾成云史说绝对超过市场行情 而台泥为了力保华南地区水泥龙头大位 也积极进行大吃小的并购 购病的部分我们持续都在进行 不过就像我每次都跟各位报告的 在购病的过程中间 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资产 而且是好的区块 台泥两岸水泥年产能在大陆约有5520万吨 台湾则有1000万吨 合计共6520万吨 目标在2016年达到1亿吨 现在已有4个并购案正在评估中 从加薪 真材到并购水泥厂等等一连串的计划 谈逆除了展现拓展版图的野心 也更加巩固华南地区龙头地位 记者李文科 欧俊杰 台北报道 也配很多 那我们赶紧把握时间 李先生 林总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轮动速度很快 一下强一下弱 一下强一下弱 明天不知道该交棒给谁 到底该怎么办 什么破阶法 那个是因为高档现象 那只要是任何的一个波段性回档 只要波段性回档出现 在启动攻击的时候 那个主流内涵会出来 然后正式的启动型的股票会跑出来 那有很多的这个属于在今年的这种转机型的这种个股 基本上来讲 它刚刚启动的时候 你可能抓不到消息 可是它往上攻 我们最喜欢这种 我们说转机型的一种特色 特别是在小型股里面 涨幅才会相当的凶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的股票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刚才讲说 金融股其实是 在所有类股里面来讲 比重最高 本益比最低 成长性又有的 那当然本益比最低的 大概有两个类股比重很大 像银件 再来就是金融 这个银件现在修正到这个地方 很多本益比都很低很低 那问题是它在利空当中 这种来讲的话 本益比越低 大家越不会去参考它 但是如果说你 合并的这种成长性的这种架构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在三个礼拜前跟大家报告 我说要注意 这个龙头型的像台积电这种的 这个量能潮 可能已经有移转到金融类股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那时候三个礼拜前跟大家报告说 金融类股起来了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除非你的资金很大 才有必要去压那个很重的股票 你知道吗 因为整体上面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类股 我们看到这一次金融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中信金好了 这个本益比比较来得低的 像中信金 像这个 你看它长成这样子 从17块涨到19块.75 不到2块钱 不到2块钱 它总共给你涨了一个半月 它涨15%都涨不到 可是呢 涨出一个形态很漂亮 你看它中信金也好 台新金也好 星光金也好 甚至国泰金也好 涨大金也好 本益比都不到6倍 所以这个内涵上面来讲的话 可是呢 我说你如果小型 你如果小而投资的朋友来讲的话 你有不要去压这种股票吗 你如果说我只有专心做金融 那另当别论 好不好 那你变成是专业型的小而投资者 但是呢 如果说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在多头架构里面来讲 我们永远是抓比较小型的股票 那可能 我们像说我们上个礼拜 有跟大家报告了 像这个信项3293 有没有 那个刚刚启动的时候 时间拉长一点点 刚刚启动的第一波的时候 大家都还搞不到清楚 就是觉得说 就是跟着这个游戏软体类的这种架构在涨 再来呢 你看到启动第二波 我们这种平台型的这种整理 启动型的第二波 第一根涨停 第二根涨腿你不追 你看 BB88就直接往上冲 冲到这个高点区域的时候 才跟你讲说 哇 它那个利多 未来如果显现的话 那个利多就不得了 就很大 那样子的一个架构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内涵里面来讲 大量区都在这个地方 大量区还没被跌破 所以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你就不能讲说它结束掉 所以越是小型的股票 那么它只要立即出现的时候 你就应该做一个积极性的接触 在小儿的投资者来讲 它大型股指给我们盯趋势看 所以我们在三个礼拜前 跟大家讲说 这个盘要整个完完全全 结束掉的话 看金融了 不是看台积电了 那台积电当然 它是一个长多型的这种股票 它在整理完之后 再度启动攻击的时候 那个波段性的这种启动 比如说你看台积电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它也是慢慢地推 但是它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它的幅度就没有那么大 因为整体上面来讲 量能潮的一个架构来讲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像前面的 是属于多方的推动的量能 所以这个架构来讲的话 它就会货在这里 所以我们讲说 如果说这个盘是整个结束掉的话 特别注意趋势性的指标 金融如果是全面性往下杀 甚至前面金融开低的时候 那才有结束的一个讯号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 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 那么目前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内涵来讲的话 因为大盘来讲 有六成以上的成交量 全部集中到不到五十支的股票里头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盘式来讲 因为大盘量不够 千亿左右的量能而已 那么这里面来讲的话 多头股又不到一成 那其他的很多都是属于量退行 超过五成以上 那个量能股票都没出来 你完了那种股票干什么 所以我们要的这个股票 你做功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昨天量增攻击 今天又在量增攻击的股票是哪一些 或是已经量增过去了 第一波攻击有量 拉回那时候做量缩量缩 他又在攻击那时候 你赶快就进场 这个架构跟内涵来讲 我还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那接棒性的这个主流 我们说能源已经开始震荡 那能源类里面来讲 这一次最领先攻击的是加金 3016启动 加金先启动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3016的这个陷型 你看也是一样 相同的均线大密集的位置 蹦蹦跟你两只长红 给你两只的涨停板 然后叮叮叮 这两只涨停板14% 可是后面比它更大 所以这个架构上面来讲的话 加金先做光大 可是它高档上出现三黑了 这里头里面来讲的话 后来跟动的比较强的是逸通 我们来看逸通的这个陷型 那么逸通的这个架构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后启动型 可是它的震荡格局 只有一根黑之后马上停滞 再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太极 来来最便宜的是什么 基本面还不错的 那么它这个 第一次发行 像这个交换型公司债 用这个它的达麦去做交换 结果大家搞不清楚 怎么出现所谓交换型公司债 结果大家清楚了 结果这个投信 啪啪啪啪就跑去买达麦 所以达麦这张股票来讲 会啪啪啪啪往上冲 那整体上面来讲的话 达麦的这个后市的这个大家 预期它后市的这个立基型 立基也会相对不错 那下半年有爆发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说这实际性的追踪 德基公司 越是暗白白的越是不知道的 等它出来的时候 我们叫它智慧一样 智慧从亏钱开始大涨 或者是说什么 这都是很小型的 或者说今年要验收生机类了 生机类真正验收的话 基亚 在基亚来讲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它真正如果出现 比较明显的这个 这个实际的这个收入的话 它未来会不得了 那基亚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你知道在基亚 这一段的时间里头 你知道吗 你去看其他的股票 包括什么台威体 或者是那个什么安城 在这个一月到三月的时候 基亚不跌就是不跌 可是你看到其他的生计股是猛跌 什么大疆 那个是猛跌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整体的你看到 一月到三月有没有 一月三月是这样 啪一路往下跌 所以但是基亚 所以我们说挑股票的时候 权类在做修正的时候 谁反而下不去反而最强 那它一起动的话 你就跟动 两支停板就开始爆 你知道吗 反正我已经赚你两支停板了 你跌一支停板 我都还可以忍受得住 所以由这样子的一个操作观念 跟这个操作的一个技巧 在今年里面来讲 尤其是到选举之前 选举之前 整个市场来讲 实物群认为说这个 机会难得 大选之前不会有什么 大重大利空 再来今年的这个 基本面又那么的好 所以打出机会 大家就猛K 所以这一次来讲 我们希望它有一个 小波动的回档 也就是小波动的回档 让它整个把这个筹码 给归纳完 再充现新主流 那时候你又有新的 这种波段性的强股 可以做接触 所以你觉得纵使资金集中在少数的个别股 但是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高涨震荡 有开始有轮磅的味道 这个地方轮得很快 因为我们今年其实赚最多的都短线大户 给你收账亭 第二天 但是短线大户里面 有一两个已经开始改变做法 他给你冲进去之后 第二天再跟你猛拿上去的 但是绝大部分就第二天 不管三十七二十七天 砍给你再讲 但是他今年赚手续费 跟赚短线差价 他说赚的这个不得了 我算一个这个短线大户 我看他今年九成九以上 好像只有一只股票赔 其他一两百档以上股票 全部都在赚钱 那这吓死人 那累积下来吓死人 重点是什么东西 多头市场 多头市场 手中一定要口袋股 口袋股你要准备好 把这稍微用功一点 挑起来不到二十支左右的股票 这口袋股 不管是传产 不管是电子 你就盯着这二十支的这种股票 甚至不要超过三十支 就是上下 盯着这些股票 上上下下去操作 这样子的一个获利性也会不错 OK 非常谢谢 跟大家所做的这种操作 我们周刊有啦 这一周的周刊 这个里面这一个技巧 就很重要的技巧 在周刊里面有特别跟他做的办法 这个是技巧最重要 对对对 那下阶段回来 戴新名单先生 帮我们做个预告好吗 那当然是 因为已经接近下旬了 帮大家追踪 法人作账的标的到底有哪些 那怎么操作怎么看 待会跟大家说明 好 从作账的一个角度来看 筹码 股价 还有相对位置 可以跟大家过滤 而且排除一些 可能会被结账的标的 我们一起来迎战万点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火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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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火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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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骨架不太动 其实已经领先拉过了 好 那玉龙怎么办 玉龙我们帅哥董事长 他们雄心很大 进军中国大陆 还要在菲律宾设厂 但是你看骨架闻风不动 当然这个事怎么讲 这还有牵涉到筹码的一个问题 但基本上来看 船产这边的话 还是有作战这一点味道 但真正作战最明显是在 每一年的第三季 所以我这边帮大家追踪的是什么 外资跟投信的这些 最近六月份以来 大幅买超的个股 帮大家做一个追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外资这个六月份来 你看 联电最近很强 但是这前面十档里头 包括看中信金 开发金 元大金 台新金 富邦金 国泰金 123 156 六档金融股 刚刚新乡有提到 这个金融股 你不是做短线的 跟着做的话 一直爆 当然也可以赚个10% 15% 但是你要很有耐心的 爆到一两个月 我们看 但我们先看一下联电 联电这个股票 2303 联电这一档 最近这边 它涨幅好像 跟着台积电往上走了 当然在星期五稍微地拉回 短线这边 跟外资也是 外资有买超 明年可能连电基本面 转机会比较好一些 但最重要这一次 把指数撑起来 金融股在这边 外资不断地推动 很重要的关系 我们看中信金 这几档我发觉都 有一点推到 相对短线这边一个高点区 突破前一波的 在四月份的高点 你看中信金 17.05到19.75 其实也涨了 一成多 涨了两块钱 我们再看像元大金 元大金这是 以股市为主的获利 元大金更长 星期五还创新高 从15.1到16.5 也涨了一成多 再来像富邦金 国泰金 国泰金刚刚明确也提到 这一次国泰金42 国泰金今年终于 配息比较多了 攻到47.5这边 富邦金今年赚更多 富邦金的股价也是 那时候38 你看不知不觉 38涨到43.7 涨了5块钱 也涨了一成多 所以金融股这边 就注意 要再往上突破 我还是回归一句话 两岸福贸协议 先是监督条例 福贸协议 能不能过 如果7月份 立法院临时会议 能够过的话 金融股绝对再涨一波 否则的话 要等到什么 9月份 下一次开立法院 院会的时候 才能够再过 但是9月份的时候 会面临到什么 先跟大家讲 9月份会面临到什么 年底七合一的选举 大家又要再做观察 这里先跟大家提示一下 让台积电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 那投信怎么办 投信的股价就很有趣 其中就有一段 刚刚新向中提到的 3645的股票 你看达麦 他跟这个异通转换 达麦它是生产什么 它是生产离电池里面一个元素的材料 所以它跟这个能源也是有关系 股价34块 一跳跳到47.6 这一涨 涨了13块 幅度也是很大 这有三成多 好 我们来看回头看字卡 瞄一下联电尾创华星科 这一次你看东北金电 那个投信买LED股票 建策 这是游戏类股的这个散热片 达麦新日新广达润泰泉 大家广达 这个董事长也是看好了 这个配息也是不错的 这边广达 那注意 我上次在周刊里面帮大家追踪 在这边这很有趣 4月份到5月底 政府基金买那个广达 买了将近5万张 这边都还没有卖 可能就是来配息 买了5万张 外资 外资这边一直在一直在 最近拉起来 好 那回头过来看 我们看一下像这个东北金电 我觉得很奇怪 基本面很好这个异光 我们看一下 看异光 投信都没有买 异光往上拉 然后星期五稍微拉回来 金电反而是你看 金电的大股东 连电跟异光拼命要卖 所以投信在这边切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金电 这边是不是会有 这个怎么讲呢 它悬谷这个标的是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下观察 接下来我们再利用一点时间 看OTC OTC股价走得更强 OTC外资买什么 世界荣钢中美金 新浦跟能源有关系 跟风测有关系 齐邦 新权 风测 国统水资源 你看也是跟能源有关系 何旺F安瑞 我们看两档 最投信也有满 看中美金 中美金是这个太阳能源里头 一个质量股 因为它股本够大 它营收够多 但这一波也慢慢涨到60块钱 其实刚刚新潮兄讲到这个 大户 这个利多卖出利工买进 今年很明显 过去这两个月 太阳能力股就展现了 这边一个典型 我们再看一下中美金 或是太阳能力股指标 你看 两个长红 然后利多的时候开高走低 利空的时候开低 拉高 利多出现的时候 出股票 来回震荡 但注意一下 6月底7月初 美国对于台湾正边的 太阳能源产品 是不是有 跟大家期待 不一样的宣判 这边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所以大家还是要做观察 因为他们营收是够强的 转机性是够强的 好 接下来看 我们这个外资这些股票 就我们不要最终 它投信 投信比较会拉股票 还有快描 文贸台报 荣钢高际 新浦一样 台加塑 台加塑 投信持续拉 注意 中美金 美食 阳城 千富 我们看像高际 我们描一下 5439 以前这个量很少 它公司什么 第一季掉季 突然转机 你看量出 那时候我也观察过 一天成交不到100张 突然一拉 你看 从这21块 拉到29块 涨到8块钱 幅度多少 大家自己去算 所以这种就不要最高了 这有点夹空 这不要再去最高了 所以投信这边 任养的股票 值得我们特别的 最终做观察 但我们还是回头计划 大盘这边要 如果说要震荡拉回的话 看美股 那美股没有什么 大幅度震荡的话 可能就是 还是选好股票来做 我们沾个指标股 鸿海 台积电 现在加一个大力光 来做观察 当然就可以了 金融股是什么 稳盘的一个指标的类股 OK 好 那提供给大家 来看看 目前国内看到这个投信 真的也是准备 季底来做翻译 每一季季底都有 3月底 6月底 9月底 12月底 每一季季底 投信都会拉抬一些股票 来拼击一下 OK 非常谢谢戴希敏戴希 你是操盘高手 面对这个季底的一个作帐 这一次有股东会 很劳烈 不过我们赶紧的 刚刚特别要露一手 让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也可以理解 很多人其实重返市场 但是那种手感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 对 对 它是一个改变 我们重返市场的老手 请你概念上 请你就用一个 嘎空这个概念 来去思考以及操作 好 那些新朋友的话 你就是用K线 来掌握操作 好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嘎空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个观念 所以用这两个主轴 来让你在获利上面有机会 那我们这个地方 好 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 它有两件事情 首先我们会看到出 它的嘎空比值非常高 还有我这个股票也是 这个是普瑞 就一直在年初 我们谈到是所谓 平板手机 iPhone等这些相关里面的 因此 这是K线 越过红K线 买进 这是右空 右空的时候 均线没有破掉 这一个红线出来 你就进去 个好 长黑 你要害怕吗 现在我们问题出来了 长黑人家很害怕吗 这么强的时候 一个长黑人家到货 是不是 观念问题 这上来 我们可以看一档股票 叫迅捷 今天的迅捷 这是一种在极短线操作的股票 就是说我前面非常强劲上涨 上涨上涨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一个开高走力黑线 好 放大 这种是一个整理区 筹码成本都在这一带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发动 对啊 今天好强 发动以后 你买不到买不到买不到 买不到没关系 但你不要去放空 第二件事情 当它亮打开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 这样一个开高走低 难道它只赚这么多而已吗 所以你刚刚说老手就要套用 你刚刚的一个想法来看 老手关心说 他只赚那么多 他就满意了吗 再来一个 他这样子没有换手 全部他压 全部他压 这样子他出都掉吗 所以代表这一个的黑线 你不要害怕 高档黑线 指标绝对高 这种如果短跑 可能就跑掉了 被洗掉了 对不对 像如果你是老手的话 你应该就可以的话 你在这一天 我手上线一拉你就敲了 再慢的话 在第二天的时候 你过着要会过 这一段你就敲嘛 那今天他这个已经上来的时候 已经吃掉 KK二分之一的地方之后 单人敲 所以这才没走完的 好 这是我们一个分享 来我们操作策略 里面老手用嘎空的概念 新手用K线 这个东西不做改变 就是说用K线来赚这个嘎空 这个里面中选股 现在开始没有分析了 法人续接还要技术面强 iPhone 6就是没有任何改变 这个趋势一定照样做 这边就是电子 为什么离拜五弱 因为电子条比重占66% 所以它会弱了 但是台湾再怎么样 电子出货一定要耶 这是一定忘记 这个观念 为什么锁定它不换不换不换 各位 我在投心里面 我们很清楚 当我做这一个投资组合的时候 在股票池里面的时候 我就想做 当我有资因进来的时候 请问我会买补涨股吗 我但是原池股继续在加吗 所以买了以后 既然在涨 我不卖呀 我哪 不许就一路拱上去 所以现在挑的是 就像我们新加大高谈的 就那几档股票你就做它 否则你就不要做了 好 你再往下 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个 小资男 各位我们帮小资男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学了很多年轻 我们很欢迎年轻人 不是 还有如果你真的太久 没回来市场 这个也要恶补一下 这不要恶补啦 这老鼠不敢做啦 这我们现在真的说 今天年轻朋友 真的都年轻耶 年轻朋友 他们电脑比我们强 他们概念比我们强 他们懂新商品 他只说杜老师你是老手 告诉我股价趋势 你股价趋势往上往下 那他自己会找相对商品 这是在这样 所以说的时候 小资男不要因钱小而妄自菲薄 任何大户都是小钱赚起 这个东西里面 在这一串里面随便抓抓 涨51 47 47 46 我一直跟民众说 大力光你不要不理他 你拿来做什么 权证 好 再来请看 他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很多次了 一直呼喊 所以政府应该颁奖给我 我一直推权证 请各位看 这个当天走势 是不是一波一高 一波高 一波高 是不是很明显 你去买权证 今天开盘就算弱 他是不是还有钱赚 这是所以我讲 小资男小资女 钱小照样做 跟我在345的大跌上来 我说叫做大反弹 小钱赚大钱 各位第一招给大家 第二招在复习大力光的K线 请注意到 这边股价完全照技术面来做 这一张图形是5月23 好久以前 我说这个地方买 这是不是压缩这里玩 这边买 是不是一样一样 好 我们看到 在下腿是昨天的 请再看它 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一模一样 今天是这边整理 我创高之后 我就停在那地方 你们要不要去卖嘛 我也不信赏物 你有几张 因为赏物 其实大力光我才有 二三十张 骗谁嘛 这一张两百多万 好来 是不是突破了 你去买它 第二天停住 K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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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我们就出来了 正在嘎空的股票 看资卡 正在网上嘎空的 里面 那这个里面的时候 最起码这个可以做 这安全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 白砂科等这些东西 我们这都是 目前正在 正在往上咬的 我们看一下维生 汽车谷里面 包括车房店等 今天上来 我们用同样一招 同样一招 保健念得非常熟练 下去 涂龙都可以 而且最好是 涂钞票赚钱 请各位 是不是用 我只教各位一招 一摸一摆一摆像往上